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叫做林冠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按下小铃铛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欢迎我们支持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订阅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频道 美国大选已经进入最后关键倒数15天 那川普在接受华杰日报专访的时候 他说中国如果进入台湾 他至少要科增关税150%到200% 而且他说习近平会尊重他 他不需要出兵来保卫台湾 因为他很疯狂 这一回合今天川普的肇事杀到麦当劳 他直接炸薯条打工 那这里头一方面在宣传跟攻防 另外一方面这个几个赌盘 现在都重压川普胜率 大幅的拉抬 那各界还追踪这里头 还有神秘的巨资 这个在赌盘上面插花 同时接连两天 马斯克事实上天天开奖 那未来一共在宾州 至少天天有六天的吹票跟开奖 他昨天直接大方送 送一百万美金 抽奖给连署他请愿书的川粉们 所以各界高度关注 马斯克的超能力会不会影响到 摇摆州跟宾州的选情 那马斯克在演讲的过程当中强调 川普的胜败会决定西方文明 这是关键一战 但是这个周末 习近平也视察火箭军 而事实上 习近平如果在面对 中国内部经济惨败的同时 会不会有独裁者的军事行动 是各界高度关注的 所以美国现任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直接说 他相当担心中国的军事威胁印太 而后续还有哪些影响 我们待会好好聊聊 好今天现场请到六位特别来宾 第一个好朋友是邱世翊老师 大家好 再是陈专家风开平 大家好 再是林廷辉 大家好 再是黄创夏 大家好 再是吴文杰 大家好 再是黄世聪 大家好 美国大选进入关键倒数十五天 今天川普去麦当劳炸薯条 而且他还送薯条给得来素的员工 那非常认真的演一日电源 同时从昨天开始 马斯克准备每天抽奖送一百万美金 然后他每天在宾州开奖 那你如果去看他每一个开奖的影片 都是一个小时以上 创造了网路庞大的流量 而且他在宾州直接近距离的 跟现场的观众互动 Q&A 讨论所有美国的重大争议的现状跟议题 而昨天他直接也抽奖 直接送一百万美金 他的抽奖造势在网路上嗨翻了 黄世聪我们刚刚看到的是马斯克造势的片段 他连续六天在宾州 天天长达一两个小时以上的造势 他同时天天抽奖送一百万美金 然后天天要求他的粉丝赶快登记选民 赶快登记选票 然后这一个投票是赶快去投票 对 事实上目前为止 伊隆马斯克在展现他的超能力 他的超能力到底能不能改变这一次的选举 我们说的超是超票的超 为什么这样说呢 刚才大家看这个画面 不是有个粉丝抽到一百万美金吗 那到底在做什么呢 事实上伊隆马斯克之前 他有创立一个叫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 然后他就说了 我捐我准备要捐这个七千五百万美金 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他要做一些改变美国政治的风貌 然后他这一次是做说 我在七个州里面来说 你们只要写一个请愿书 那请愿书是写到说 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 还有第二修正案 保证言论自由 还有拥有武器的权利 你只要承诺说 我支持这样一个状况 那你就可以这个签署 那签署的时候 不好意思 他这个锁定了七个州 你知道哪七个州吗 宾州 乔治亚州 内华达州 亚历桑那州 密西根州 威斯康辛州 还有北卡州 这七个州 就是这次选举的七大摇摆州 然后他这七大摇摆州里面 你只要签名说 我同意一路马斯克 这样一个这个请愿之后 那你可以获得金钱 一开始你只要签了名 在宾州可以获得一百块 然后在其他州 有获得四十七块 美金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你 然后你签了名之后 不好意思 我要每天抽奖 就你只要赞成我的 我每天抽 抽一个中一百万美金的 他就颁奖给你看 所以目前为止 已经颁出了两名 第一个中奖是个男生 第二个中奖是刚才 我们看到那个女生 已经颁了两名 所以大家居然有 然后他准备要这样天天抽 抽到投票日 所以他会送一千多万美金的现金出去 对对对 所以他就继续送嘛 那继续送 人家就说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你这样会不会 会不会有这个干预选情 选情的这个状况 当然有可能会干预 因为你看他这次挑了 这七大摇摆州里面 都是这样 而且他在宾州里面 说他就是你只要签了 我就给你一百块美金 这样一个状况 这是比较多的 那于是就引起谁 宾州州长就开始跳出来了 因为宾州州长 目前为止是民主党的 他这个下皮肉就说 有关单位你要好好查一查 他这个是不是 这个用这个 要选民去这个发放 这个要选民去登记之后 他就可以发放这个一百块美金 他说这执法单位去查 这是不是涉嫌 我们台湾就买票 这样一个状况 对 他觉得这样会影响到 这个选举 然后另外法学 这个专家就说 看起来应该是没有违法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是说 他让你签署的是 这个所谓认为 他赞成他这个请愿 他不是叫你去投给谁 所以他说应该不会有 这个影响 不过大家都知道说 因为他每天都在那边讲 那个他的政治色彩 又是挺川普 所以你要说没有的话 当然大家都觉得说 还是会有影响 我补充说明一下 他那一个请愿书 我后来在网路上看 就有一点点 类似在台湾那种 公投的联署书 所以他等于是 借由公投的联署书 收集一大堆 我川的川粉 或者马斯克的马斯克粉 或者相关的赞同里面的粉 然后再抽奖 然后再鼓励他们去投票给川普 没错 事实上是这样子嘛 因为你会愿意出来签署 这个你再去登记选民 那两个都可以一起做的嘛 对不对 那尤其是他等于是让这所谓 你支持川普的 或是支持伊隆马斯克的 你会原本说我懶得出门 可是可以拿到一百块美金 我就愿意出去 然后还可以抽到一百块美金 他可能就会这样做 所以某些程度来说 的确会增加这样一个状况 那而且他在某些程度来说的话 除了一百块美金 他在冰中还有另外一个 就说你假设你已经签了 对不对 你签了之后 给你一百块美金之后 你再介绍一个人 我再给你额外的钱 所以等于是说某些程度来说 我觉得真的会让整个共和党的表态率 或许会增加 我们可以看到说 目前为止有一些early voting的 就是这个提前投票 的确这一次好像共和党的提前投票率 都有比较高 就表态率跟投票率可能会拉抬 对所以这次来说 看起来目前为止 对这个所谓的天平来这一端来说 对川普慢慢的变得有利的一个状况 那除了这个伊隆马斯克 在使用所谓他的超能力之外 他也每天在那边讲 讲非常多 譬如他这几天就讲说 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川普当选 如果川普没有办法当选的话 这是会决定西方文明的命运 把川普跟西方文明完全绑在一起 然后他还讲到说 所谓的这个移民这件事情 他说我是支持移民的 但是目前为止 南方的这个边境 看起来就好像是 丧失末日一样 所以我们要改变目前的这个这个格局 那另外当然他针对枪支 言论自由 他讲的非常多 那另外他还讲到说 目前的政府太多了 这个组织 目前有四百二十八个联邦的 这个政府 可能会因为政府的这个太过庞大 然后就会阻碍整个美国的这个发展 然后还讲到所谓年轻人的问题 还有什么军事干预的问题 我觉得他他的表态 他说要简化美国的外交政策 要减少对其他国家的干预 这样一个情形 那当然有他的想法 那除了这个之外 他还讲到 因为他是汽车产业 他就说在美国汽车产业现在很惨 他说美国唯一没有破产的就两家 一个是福特 一个是特斯拉 那另外包括说像最近 为什么会讲到这个问题 因为有一家轻创公司叫Rivian 他也是做这个电动车 他最近陷入财务危机 他就说你看Rivian也是获得这个亚马逊 还有福特等等的这个公司的投资 还是没办法做到这样一个情形 所以他觉得说一定只有川普 来扭转这些局面 那我们就讲 这个川普有这个伊隆马斯克 那当然贺锦丽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这几天也请了一个 也是蛮有钱的大老板 那叫库班 我们他库班他是谁 他事实上是目前为止 这个达拉斯独行侠的这个老板 因为他也是做很多这个科技业的投资 那他也找他来 所以也就是说 你有这个你有伊隆马斯克 我有库班那两个这个大金主 然后在那边互相PK 但是对贺锦丽来讲的话 他最近是回防到所谓蓝墙三州 包括说威斯康辛州 密西根州还有宾州 因为过去其实这三州 是比较偏向民主党的 那他这次一定要把这三州巩固好 那特别是这三州 目前为止都是民主党的州长 所以他认为说 如果我们能把这三州巩固住的话 那就有可能会稳住目前的选情 好那我刚才讲 看起来的话 目前为止来说 选情是对川普比较有利 所以最近其实国际的媒体 或是说你可以注意到 这个国际交易上面来说的话 好像都已经慢慢认定 可能川普会当选这样一个情形 好那当然华尔街日报 就马上出来讲 他说假设呢 川普明年会回锅的话 会有引爆所谓的 全球的贸易大战的一个状况 那特别他讲到就是说 目前为止 欧洲也非常关注这件事 为什么 因为川普一直在说 我觉得哪一个字最漂亮 cariff就是关税 然后他自己说我是关税人 好那于是呢 现在为什么欧洲非常重视呢 因为欧洲目前为止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2023年的总贸易是9520亿美金 那因为川普说了 我不是只有要对这个中国科增 60到100%的关税 我可能也会对其他国家 征收10%的关税 于是目前为止 很多欧洲的CEO开始在看 万一你真的当选 你也对欧洲科10% 那恐怕欧洲也会影响 那欧洲来说的话会影响比较大的 那巴克莱他要做一个报告 他说影响比较大 可能会是德国跟意大利 因为德国跟意大利 对于美国的这个贸易顺差比较高 那在行业里面来说的话 汽车饮料技术还有化学品 面临的威胁非常大 所以在讲你看 目前为止国际的这个经济的 这个相关的言论都已经在讲说 川普当选的冲击 所以看起来的话国际的这个局势 或是国际的这些所谓的研究单位 也慢慢认可说 的确在这场选举里面来说 现在的胜利的这个天秤 是比较逐渐倒向川普这一边的这个情绪 美国大选打得很激烈的同时呢 川普今天做一日打公主 他打的公就是去麦当劳炸薯条 那共和党尤其是川普阵营 顺便嘴贺锦丽 说贺锦丽以前说的打公是假的 我川打的公是真的 廷徽这个川普今天去麦当劳炸薯条 这个选战已经打到麦当劳了 为什么打到麦当劳 因为贺锦丽说他以前读大学的时候 曾经到麦当劳打工 但是川普他们不相信 川普团队就帮忙安排一个川普到麦当劳 实际上目前就打一个小时的工给大家看 那这个打一个小时 他就负责只炸什么 就炸薯条而已 这个薯条呢 他第一个先把油倒到油炒当中 然后加热之后呢 再把薯条丢进去之后呢 然后再把它弄起来 问题是大家看到他的动作 第一个忘记沥油了 又把那个油沥瓜 就直接去撒上盐巴 但是因为川普很喜欢吃盐巴 所以他就是撒很多盐巴上去 他也就问了民众说 这个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太险了 或怎么样之类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的确在宾州的这个小镇 Vista Villa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我刚查了一下 他人口数大概只有六千多的人口而已 但是你看到在麦当劳外面 这个挤了一大堆的群众在这边观看 然后当然这个德莱苏的这个消费者们 他们也是受到很大的惊吓 说怎么会是川普在这里 现场炸薯条给大家知道 这沿路通通都是穿粉 对都穿粉 沿路来讲我大概算一下 至少是将近有快一千人左右 那你说你说六千多个这个小镇来讲的话 有一千多人在那边了 代表说其实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支持度 还有那个声量是非常高的 那另外就是说 因为在这个当然了 这个一小时来讲的话 这个索尔的薯条是川普直接买单 他免费送给大家吃 那不过呢 他大家也觉得说 这个非常惊讶 因为为什么是总统候选人 亲自炸的薯条 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好吃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一个麦当劳的议题 就可以看出这个到底两党的之间的 这个宣传作为到底怎么做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川普就认为说 你自己讲说你在麦当劳打工 那事实上贺锦丽目的就是要去拉拢 那些中产阶级的 或是一般的小老百姓 但是川普愿意把西装脱掉 然后到了这个热的 炎热的这个厨房当中 去做这件事情 就代表说 我其实是亲身来做的 亲身来体验的 那你贺锦丽到底有没有做 我们也不晓得 因为过往你讲大学的时候 那也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 大家也没办法看到什么证据 那顶多听过一个传述 或者是大家怎么讲而已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两边的这个 不仅是打到这个宾州的小镇 为什么我们刚刚不管是马斯克也好 或是川普也好 他们是重兵压在宾州 那大家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说 因为贺锦丽现在也在乔治亚州 刚好川普炸鼠条的时间 就是贺锦丽这个什么 就是生日的那一天 所以大家说 这个贺锦丽生日 川普就说 其实我很想送他花 但是事实上 我现在只能送他薯条 所以他也没有送他花 但是意思就是 把个口吹一下这样子 但是重点说 贺锦丽他要凸显的这个概念 在宾州 是不是能够炫取这个旋风呢 有一个看点 为什么 因为newsweek 事实上有一篇社论 专门在讲说 这个民主党自己支持俄国 为什么说民主党自己支持俄国呢 因为他说贺锦丽 其实在宾州的时候 肇事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宾州的民主党的 这个参议员 叫做Casey Casey没有出现 然后他说法是说 Casey到逐门逐户去拜票干嘛的 事实上他认为不是这样子 因为他认为说你贺锦丽 其实在宾州的那种 大家的耳传的这个做法 好像不是那么好 所以其实Casey很怕被他被他伤害到 所以这个很多民主党的 这个所谓的参议员或众议员 事实上是没有 没有出来支持贺锦丽的 那他们认为说被贺锦丽的这个声势来讲 然后会影响到他的这个 这个参议员跟众议员的选情 因为大家知道说不是只有选总统而已 美国这一次十一月五号选举 也是选国会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家看到一个看点 就是说那为什么那么多的人 都跳出来支持川普 为什么有些这个自己的民主党的参议员 或是众议员自己都归缩进去呢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贺锦丽不断的一直在打两个议题 一个是堕胎议题 一个就是一月六号 这个冲进国会的这些议题 但是事实上 川普一直在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经济问题 通膨问题 移民问题 跟犯罪问题 这四个东西来讲的话 你完全没办法转移民众的焦点 所以到最后这个选战来讲的话 大家还在问这个 四个重大问题的时候 你贺锦丽完全无所作为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这时候呢 大家都会把这个所谓的焦点 就转移到川普这边来 所以其实在这个摇摆州 不管是宾州 乔治亚州 威斯康辛州等等来讲的话 现在包含民调或者是相关的 我们讲说 未来事件的这些数据堵盘 那基本上都是导向川普比较多 所以看起来目前来讲 川普的声势 是如中不断的一直在往上涨 那美国大选打到非常激烈的同时呢 各界也高度关注 零零种种的地缘政治的变化 会如何影响到大选 中东的变化 事实上已经变成民主党的政治包袱 那事实上上个礼拜包含中国的军演 当然在媒体内也有高度的关注 刚刚看到的是张家敦的评论 主要的原因是这一个讨论 中国对台的围台军演 他们的comment就是 这事实上就是对台发动战争 特别是他们担心万一中国的经济 有陷入了惨况的时候 习近平会不会走向了一个军事独裁的激烈反应 张家敦他最著名的是中国崩溃论 跟那个大前沿逸中国崛起论 当时候我们在读政治学 这两个是对照组 那当然中国还没有崩溃 但是基本上张家敦看到这个习近平 有可能因为这个经济搞不好疯狂 那我这边讲一下美国大选 我给各位参考一下 我这边最新的一个听到的一个美国国内的一个说法 他说虽然贺锦丽在各个民调当中都是微服领先 但是如果贺锦丽在美国国内民调没有赢超过五趴 那么贺锦丽会输 那这个当然有一些赌盘各方面 我们刚才全部都提到 好那我来提一下 其实这一次川普他接受华尔街日报的这个访问 那华尔街日报访问完之后 他给他一个评价 什么评价 他说其实川普为什么有时候会对习近平 对这个普丁 有时候好像讲好话有讲坏话 他们称叫做平衡是外交了 就是川普跟独裁者交往之前 他会先讲丑话 所以华尔街日报的这个编辑群就就写一个文章 他说他其实在霸凌跟讨好独裁者之间白档 那他主要是要能够去建立他个人的权威 让这个独裁者知道说 他的底线在哪 你踩到的话 我就重重的贬你一顿这样子 所以我的评论就是均威难测 其实川普一直以来的一个方式 那另外呢这个社论版的这个主编叫吉加特 他也说你能不能够告诉习近平 不要去这个打台湾 不要去封锁台湾 川普怎么说 川普说很简单 我跟习近平很好 稳固的关系 事实上我们也很好 那我不想说我们是朋友 因为我不想听起来很像你愚蠢 可是呢 习近平曾经跟我是好朋友 曾经相处的不错 我们在海湖庄园有有相处过 我们对彼此很了解 但是习近平是一个很激烈的人 大家如果有点印象两千零一十七年川普第一任的时候 那时候川普招待习近平在海湖庄园吃晚餐 在吃甜点的时候 当时候美军发动五十八枚的战斧巡运飞弹 去射那个叙利亚 那当时候呢 川普就跟那个习近平主席说 我们刚刚已经向叙利亚射了五十八枚的战斧巡运飞弹 但是我们没有打到你们中共的人 那当时候呢 习近平急着要走 习近平没有听清楚 那川普再问习近平一次 你懂英文吗 那事实上川普跟习近平之间都会带一个翻译 那川普又说了一次 那习近平说他听懂了 所以习近平只回来 他说OK 跟川普讲OK这样子 所以川普说这个人很冷静 看起来很酷 但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 这川普的说法 所以川普说 这一次最近的新闻 川普说如果你习近平敢进入台湾 我会加征中国百分之一百五十到两百趴的这个关税 其实这个一般来讲 我们看俄罗斯去入侵那个乌克兰 其实就是就是经济制裁的概念 其实不是很特别概念 可是川普他会用比较夸张的语言 来去恫吓 那所以呢 川普在泽伦斯基这一块 我们讲到乌俄战争 他就认为说泽伦斯基真的是最好的一个推销员 每次来美国 他就拿走美国一千亿的美元 他没有看过谁这么会推销的 当然川普也讲 他说不是我不要去帮助乌克兰这些人 而是因为这边的人 真的是因为泽伦斯基要负这个责任 换言之其实川普要泽伦斯基跟普丁来做谈判 所以华尔街日报就有一个表题非常酸 他说如果以色列真的听拜登的话 哈马斯的领袖那个辛瓦 就死掉之前还用那个棍子丢那个控拍机的 说他还会在活着 事实上辛瓦17日就被干掉了 那我们讲到贺锦尼这一块 贺锦尼说 其实辛瓦之死 可以而且必须 他现在还在转风向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贺锦尼在罕见的这个密西根的造势场合 他说他说这个辛瓦这个部分 其实是让很多的美国的以色列的选民 是非常非常的在乎 那他也说密西根这个地方 因为有很多阿拉伯选民 所以其实贺锦尼必须要去 等于是两边要讨好 但是贺锦尼还说要外交手段 所以这就是贺锦尼的问题 我过去讲很多次 就是他两边都要压 两边可能落空 那另外有一个新的消息是贺锦尼 刚刚前面有提到说 他已经满六十岁 那川普在在麦当劳这个得来数 那贺锦尼基本上六十岁 当了四年副总统其实他在很多关键州的选民 对他不太认识 因为美国选民很多 那跟臺湾很像 有些比较乡下的地方 其实对贺锦尼不太认识 那基本上来讲 贺锦尼这一块呢 可能就会比较麻烦 另外就是贺锦尼比较不接地 其实他常被批评说 他不谈私事跟选民没有连结 所以贺锦尼最近在改了 他说我最喜欢的歌手 我家里有枪 然后呢 说我最爱看F1赛车 他开始谈一些私人的东西 所以贺锦尼这个问题 就是说他比较能够冷 冷淡这个部分 其实贺锦尼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那不管怎么样 其实欧巴马跟拜登 在之前的华府一场唱会 被读存语说 这个其实贺锦尼 拜登说贺锦尼不如我家 那欧巴马说我也认同这样 这个当然那个民主党就否认 所以其实贺锦尼 其实看起来现在声势 有一点点呈现很诡据 我倒不认为说 一定川普会百分之百赢 但是的确确现在声势看起来 是有点跟我们上个月 就有点不太一样 好那美国大选事实上 打得非常激烈的同时 这个周末习近平视察了火箭军 这个当然是军演之后呢 另外一个重要的政治的动作 当然这背后也有军事的意涵 好创下刚刚看到的是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 习近平视察了火箭军 习近平这几年 一直面对着美国讲的 要太平洋威慑倡议 所以习近平现在要反威慑 所以他特别跑去了 安徽火箭军61基地 去视察火箭军 而且要把这个资讯 视频给放出来 然后他这里面呢 针对美日的意味非常隆重 非常浓厚 也针对台湾 因为呢 14号的时候 不是历届2024B吗 15号的时候 他就跑去 离台湾很近的东山岛 做了视察 17号就去视察这个火箭军 然后国际媒体就去看 那个整个火箭军里面特别重要的是 看出来他在视察的那个火箭呢 那个飞弹大概是东风26 东风26呢射程大概是5000公里 但是他有一个特殊的信誓 他可以末段自动导引 号称可以击中在海面上航行的船只 而且可以带核弹头 然后这里面当然就有一个针对美日的战略威慑 而这战略威慑 习近平也特别要求这个火箭军 61火箭军呢 一定要增高危机意识 要全面做好练兵备战的一个准备 但是他这样一个东西 对美日 对全世界有没有威慑 不一定 但习近平接下来 叫威慑共产党 威慑火箭军 因为他讲完这段话之后 后面马上加了一句 要求火箭军全体官兵 要严肃查处官兵身边的腐败问题 和不正之处 那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从7月5月开始 魏凤和啊 一路了下来 已经履玉超什么 总共已经有八个高官 火箭军高官因为贪腐问题 被处理掉 而且前一阵子呢 连他们的一个火箭专家 叫做孝龙序的 也被拔除掉 政协委员的身份 而今年一月的时候 还有个王小军 那这样整个高官 现在在清查之后 习近平也过去 是等于是安定军心 然后安定军心以外 他特别的 这次带来了新任的 不是火箭军出身的 新的火箭军司令 跟头视察 代表着就是说 现在这个火箭军 已经有一个新的一个掌控了 那这个掌控之下 人家说到底他现在火箭军的高层 是不是清理完毕了 还是说还有后续 大家也在观察快 但是习近平对内呢 其实现在这个杀气 是越来越重 因为这五发现的 这五天里面呢 三个高官都被习近平判了 死缓 这死缓一个是 与人行原来的原副产长 叫副行长 叫做范逸菲的 说他贪污了3.81人民币 判死刑 暂缓执行 然后呢西藏政协副主席 说他贪污了2.25亿 判死刑 暂缓处理 然后呢辽宁的副省长 监控安厅长呢 贪污了5.55亿人民币 判死刑 死缓 所以整个这个死缓里面 整个威慑的一个情势呢 又变得是非常的严肃 然后后面呢就回到了 大家也在关注 到底他为什么突然之间 发动了利剑2020B 然后这里面呢发现说 他在发动这个之后呢 同时金小胖呢 北韩呢 也去处理了 一条铁路 一条公路 他们说这个东西 是不是在做一个测试 测试美国 如果东北亚和东海 同时出事的时候 你美军有没有办法 同时应付 确实习近平市场火箭军 引来各界高度关注的同时呢 美国现任国防部长奥斯丁 事实上也警告中国对于印太国家 存在着严重的军事威胁 好 明杰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美国现任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针对中国军事威胁印太国家的公开谈话 对 刚刚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他发言的场合是在意大利 那举行的G7 其他工业国的防长会议 那其实挥霍委发表一个联合声明 那共同不只关切 那在十月十四号 中共在台海的这个挑衅的军演之外 那也全面来反对中国 阻止那这个国际 那不管是从东海南海 甚至到台海的这个自由航行 那这个G7的这一个联合声明 不是说说而已 动作马上就到 因为我们看到 今天马上就有美国跟加拿大 两艘军舰联合穿越台海 就在呼应这个会议 就是要维护台海的这一个国际 公海跟水道的畅通 那不只美国跟加拿大 加拿大很特殊 加拿大今年已经 这应该是第三次了 三个月平均一次 他也常态化在穿越台 跟美国联手 那比较特殊 其他工业国过去来讲 那本来唯一没有的 这个日本上个月 你看也派接穿越 甚至德国也同样穿越台海 那英国跟法国 其实前几年都有穿越台海的 这个经验 那唯一大概剩下一个就意大利 不过意大利今年派的 这个加富尔号航母的 这一个打击群 那到印太地区来军演 我们认为未来几年 他看其他六个国家 都有穿越台海 其实不排除意大利军舰 未来也会通过台海 那这样的一个穿越台海动作 其实让上个礼拜 中共的对台联合立舰 马上变联合断舰 为什么 因为当天就算你出动 一百五十三架次的军机 海上三十四艘 不管是军舰或海警船 想要封控台海 人家美国加拿大用两艘军舰 简简单单低成本 就穿越过去 表示你封控台也根本做不到 也阻挡不了 这完全改变不了 台海是国际公海 这样的一个国际水道的事实 那另外补充 我刚刚讲到习近平到 这个安徽去视察火箭军 这大概是八年以来首次 那其实我们从时间点上面的安排 你看他当时十月十四号 我们说他是快散军演 只花十三个小时 隔天十五十六号是到福建考察 那同时到这一个东山岛 漳州东山岛 我们讲说他过去共军 视他为这个对台 攻台的跳板 但是十七十八又花了两天时间到安徽 中间包含视察 这个应该是六十一基地 六一一旅的这个火箭军 你看花了四天的时间 在考察共军部队 对台军演只花十三小时 其实一对照下来 就可以知道时间的安排 这一次军演的目的 大内宣的目的 绝对是最主要 那特别是利用这个机会场合 刚才谈到说 要严查火箭军中间 这些所谓的这个贪腐 这个不振之风 甚至讲到说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发射架下面 为什么要做到这种情况 就可以看到出来习近平心中有多少的担忧 担心解放军随时 第一个不要讲抗命不说 有没有可能谋反 为什么还要做到火箭军 火箭发射车的发射架下面 就发射架要发射敌人 不要往中南海打 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有这个味道 你看这个地方 他都注意到 这么小的地方都要做到思想政治工作 绝对要听从党的指挥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整个军演 光花的时间对台十三个小时 但对内部花了四天的时间 这个内宣绝对 整军跟维武 是他最后背后最重要的政治目的 还有包含像这次刚刚看到画面曝光 那外界说这是东风二十六 其实也有可能是东风二十一滴 特别是弹头的部分 他有异面 那这个异面等于说 这个末端对象 等于说末端攻击 从大气层打下的时候 他这个异面可以让他变轨 本来是说弹道飞弹是固定的一个弹作点 但是他可以透过这样子 追踪移动的海上船进目标 所以被美国视为说 这个是用来打 这个美国航母之用 那所以这一次他到这个基地去视察 当然不外乎 第一个当然这个基地过去也有看到 也可能有东风十五逼是对台 但是东风二十一滴 可能对美也可以用来对冲绳基地 所以是对美对日对台 但是比较特殊是 这次先前不是打的东风三十一 AG吗 洲际弹道飞弹 飞到夏威尔南面海面 为什么不去看这个部队 我们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如果说表现得非常好 打得非常准 那他是属于六十二 基地的六二一旅 那习近平却是选择到这个看东风二十一跟东风二十六 中程飞弹的部队 这个背后我觉得其实是值得捉摸 就是说东风三十一AG是不是真的有打得这么准这么好 为什么不是去表扬他而来看这个队内打的这个部队 我觉得背后可能是有点问题的 那很特殊还有外界观察到说这次其实安徽也算是东部战区 但是东部战区的这个司令林向阳并没有出现 那只有看到火箭军的这个司令王后斌跟他的这个政委 这个徐熙胜陪同后面当然是张又霞副主委 但这样的一个排场也让外界认为说解放军这次东部战区环台军演 是不是习近平其实也不是很满意 所以一般来讲到这个地区 是地方的这一个战区的司令应该要陪同 但是他并没有现身 所以这些我觉得都可能进一步来推敲 是不是解放军内部还存在一些问题 那当然对于这个解放军这些大批导弹的这些威胁来讲 那不只是刚刚国防部长奥斯丁 其实副部长希克斯最近在一场云讨会也谈到说 那美国确实面临中国步步进逼跟多重面向的这个威胁 那多重的挑战 那美国媒体就解读说这样的挑战 其实还包含像最近在这一个 特别是中国军演对台军演的前后这个时间 刚好中东情势升温 那美国把两艘原本部署在印太的包含像罗斯福号 跟这个林肯号紧急调派到中东去辞员的情况之下 整个西太平洋似乎美军航母是战力真空 那中共藉由这样的一个战力真空 刚好出来耀武扬威派他辽宁号跟山东舰出来 这个部分可能也是美国未来挑战 所以希克斯讲说美军要有一颗北极星 就是说要有一个核心在那里 就是说以这里为核心 其实他言下之意 我认为就是以台海为核心 那来处理调动各战区的部队 来因应这个中国未来对美国的步步进逼 各界高度关注 在美国大选之前地缘政治的军事风险还会如何变化的同时呢 事实上金融市场也传出来拜登的白宫团队 可能针对中国的AI再度进行科技的封杀 然而AI大战在美国事实上也打得如火如荼 现在看起来一支独秀的是挥达 而仅追在后的是AMD 好这个我们刚刚看到的是AMD的苏之锋 那他出来讲整个AI未来的前景跟发展 那我请教风开平 现在黄仁勋 苏之锋 魏哲嘉都看AI看得非常好 然后台积电今天事实上是要挑战一千一的整数的历史观看 可是AI会不会只好到大咖 小咖都分不到羹 这个是这样子 这个在现实生活里面在军事地缘政治都在对抗 合纵连痕 没有想到在我们AI产业里面也是如此 我们其实我们在业界我们在笑说 这地表上最强的头顾老师叫做黄仁勋 最强的头顾叫做台积电 你看黄仁勋他前两天他说了一句话 AI的本质就是机器人 机器人休息好久 突然间蹦一声全部都是只要跟那个机器人相关的 台湾这个做零组件的全部都是大涨 涨停板 还有台积电那个上个礼拜 发言说好到爆表 可是台积电一个动作 让原来涨了两个礼拜的一个族群 叫做矽光子 就嘎咱而止休息了 这两天就休息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都没有提到矽光子 因为那是未来的事 然后他提到就是两奈米的需求 好到让他很讶异 就是说结果造成怎么样 两奈米因为需要一个 他是需要两奈米 他那个限距比较密集 需要正面原来晶圆是正面 就是把讯号跟电源放在一起 他要把电源放在背面 叫做背面供电 那背面供电要做晶圆薄化 所以说今天只要沾上什么背面供电 晶圆薄化的 都是因为这个所谓的一个 两奈米好的不得了 这句话反应 哇这个整个都起来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对AI的一个认同性 那当然尤其是在这个事情 现在的竞争区这么急 也造成了合作 大家很难想 其实包括我都很难想象 大家知道吗 像譬如说华文勋的NVIDIA 他是做那个GPU 他是从GPU衍生到很巨大 强大功能的AI晶片 可是呢 像传统我们说X86架构 是从这个所谓的一个 Intel 我们常常做笔电什么东西 Intel Inside 以前我那年轻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 我还觉得Intel Inside比较好 后来以后觉得AMD好像也不错 那AMD跟Intel是同时有做CPU 又有做GPU 可是他们在这个地方 他们陈启和是竟然想到说 他们的霸主地位 竟然被黄仁勋威胁到了 而且是不是来自于CPU 所以他们现在竟然两个是竞争对手 以前Intel跟AMD 两个是竞争对手 他们两个要合作起来做什么 做X86联盟 那有人就说 所以他们以前是死对头 但是现在有一个更大的强大的敌人 叫黄仁勋 所以这两个死对头 现在准备要合作 而且黄仁勋很多年以前 他不是要吃那个ARM吗 后来被托拉斯把把他打下来把他挡下来了 黄仁勋那时候把ARM吃掉 那还得了 那个不是现在不是更强 那因为ARM架构是这样 就是像我们用在这个所谓行动装置等等 就说他的系统是不一样的 就是ARM他是说 简单用白话来讲 就是他比较省电 功能性效率高 还有很重要 他很容易让设计 我们说什么APP 在这个平台架构 但是X86架构就不一样 X86就是做就是所谓的一个逻辑执行 那可是黄仁勋听到说人家问他说这样子他们是不是要来针对你 黄仁勋也在笑啊 因为毕竟X86也是现在也是架构也是最主要的一个 我们现在不管你在伺服器上面也是很重要的架构 所以说呢 其实在这里来讲的话 就是你可以感觉出来 就是说那个局势一再变 那其实就是像这个 美国也一直在这个抵制中国大陆 他一直在关注中国大陆的发展 你看最近美国的有好几个不同的两派的议员15个议员啊 就是这个民主党跟共产党一起联署 就说要施压日本 因为他们还甚至点名之前有爱斯摩尔 他们有怀疑传 现在有点名东京威力科創 他们认为说 有没有偷偷卖机 对对他们偷偷卖机 甚至于很好笑 最近有两个情况 就是说像华为 大家知道我们说大家知道中国大陆很喜欢那个大内宣嘛 华为就常常强调自己经验的效能啊 像小米也是强调自己经验的效能 就最近呢这个有一个什么北京卫视 北京市经济资讯化局 总经济师唐建国宣布说 我们这个小米三奈米啊 四产成功流片 就是四产了 哇这句话不讲还没关系 一讲的时候引起美国的注意 那就是说之前美国就在这个叮铃 最近不是有个消息吗 在叮那个所谓台积电说 你是不是有在卖 卖晶片给这个华为 华为宣称他们 那台积电就出来否认 其实台积电我相信他不会这样做 可是美国的意思说 你是不是没有很严格的去考考察 就说他们会不会用其他的名字来转进啊等等的 我觉得台积电还不至于 可是小米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就是说他的虽然说不至于说台积电会帮他制造高阶晶片 可是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小米的高阶晶片的能力 设计能力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 我觉得联发科 可能要小心到被美国盯上 为什么 所以你的意思说上个礼拜传出来一个新闻是台积电有没有偷卖东西给华为 那你的判断是台积电应该跟华为没有直接的销售的可能 他也不敢 但是台积电的IC设计客户当中有没有人偷偷卖卖卖着卖着最后就卖到华为手上了 这个事情是大家怀疑的 尤其像比如说举个例 像华为 因为大家都知道华为任正非的那个解放军的色彩 背景色彩 大家比较很明确知道说你不能站到华为这一块 可是呢 在这个小米 小米因为最近说他的电动车等等 尤其他这次又宣布什么三奈米 那小米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 联巴克以前在中国大陆就是从白牌手机起家 联巴克跟各个这种手机的品牌 关系都很好 因为他们很多还是用联巴克的晶片 小米这次晶片号称说什么 他那三奈米号称说 他的功能可以比你什么 那个所谓的高通的这个八卷十五 还可以比你这个九千三 虽然说联巴克最新的是九天四 天气九千四 这点就是引起大家认为说 你是不是联巴克是不是有跟这个小米 是不是有技术有合作 其实有 他们那个其实他们在深圳有设立 那个研发中心 所以说其实这一块 大家现在都是觉得 那我反推 所以将来搞不好 美国要控制这一段 连台湾的IC设计公司 都会被限制更严格 其实我觉得 因为你要大家知道是华人的智慧 其实IC设计不难 中国大陆要设计IC设计 其实不难 像你说像这个所谓华为有很多奇名 他们难在什么地方 他们没有很精良的工艺 他们设计出来的东西 没有办法有台积电这样的公司 把它打造出来 所以最重要还是要控制台积电 你设计出来之后 你没有台积电 把你做出晶片来 他们只能用什么小晶片模组来比拟 重点是在什么 你那个制造 谁能够把东西制造出来 台积电 美国一定要掐住台积电 美国也警告说 你如果让我发现 你跟华为有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暗中委往来的话 暗通款 对 暗通款取 我就要把你罚 甚至于罚款之外 甚至于专利的技术 我可能都要掐住 好 我们拉后来讲 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地方台积电 上个礼拜大家可以看出来 台积电的一个制造能力 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尤其是你看 台积电他笑着说 我们再怎么拼 我们也比不过他某一家 就是说某一家这个AI的龙头 他指NVTR NVTR他只是毛利率75% 台积电快到60%了 可是台积电的这个 所谓的营业利率 大概也有40 有快到50% 所以台积电目前还是无敌手 甚至于连三星 三星在德州厂 最近出了一个包 什么包 就是他弄了一个 他在美国说 我要设计德州厂 结果呢 他拿不到大客户 他就把艾斯摩尔的这个设备 订单把它退回去了 对 对我们台积电是艾斯摩尔拜托 他说哎 我那个超级 那个超级EUV 我便宜的卖给你 你现在试用 结果我 结果反而是三星还是 反而是不要说台积电比不上 他还要做一个推动 所以台积电目前的一个 政策能力 我认为不管是谁当选之后 还是需要的 只是说短线上 不管谁当美国总统 台积电还是独抢 对 那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刻搭的税 什么东西 可能是短线上干扰 可是长期来讲的话 还是需要跟台积共生 好 今天谢谢大家收看 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们周时观众 跟粉丝朋友扫描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频道 我们同时在 IG脸书 推特贵管上面 都有官方的账号 欢迎大家分享 订阅 追踪收看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